各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今天我們請到立法會議員 易志明先生接受訪問 你好 很久沒見了 因為疫情關係 不過現在疫情消退了 但對於經濟仍然很深遠 疫情對於你代表的業界 到今天影響的程度 有沒有退減到呢 視乎你說我代表的業界 哪一番 因為我韓文交通界的範疇很闊 首先講公交 公交情況的確改善了 據我所理解 本地的公共交通大約回到九成多了 即是本地的交通 即是包括的士 的士就這樣 日間就沒有問題 因為晚上十時就收舖 所以現在夜間沒有人開 沒有夜生活 所以的士情況是夜間受影響 日間OK 小巴仍然受影響 巴士我知道地鐵都回到相當的程度 獨是天星小輪比較差 因為遊客的成分比較高 所以大約只有50%不上下 這也受影響 另外跨境客運就肯定受影響了 因為關口未開 又客沒有 不論跨境陸上或船上的客運都是非常慘 所以我在立法會不斷要求政府 如果有機會開關之前 是否應該有一個伏業基金呢 就幫幫助他們 因為那些車船就停在這裏年紀了 你不整整它你開不到 開不到 這個事實來的 現在那班朋友已經有袋子孫洞了 已經 是啊 年紀沒有收入 他們是面對相當困難 這個就是跨境的客運 貨運相對地托賴是OK的 我們在陸上跨境的貨運最慘就是司機 因為司機控制疫情關係 吃飯也相當麻煩 但管得相當嚴格 他們也困難 我看到他們有些片給我看 買個飯盒也相當艱難 這個都很淒涼的 這個空運情況不錯 一直都做得很好 也有些在這個所謂物流界裏面 就視乎你做些什麼客人 有些就非常好 高增值那些也好 做到爆燈 有些就差一點 但整體來說 香港貨運不論陸上或者海上 過去這段日子 2021年來計算是有增長的 所以香港的轉口 是旺了的 貨運是OK的 反而現在受制於 因為為什麼會好呢 因為很多地方 因為疫情關係 人們早期就在家工作 不夠人開工 碼頭擠了一些櫃 櫃就送不到出去 分法中心就去不到零售 變成沒有不足夠的貴回流 導致到 一來日之前 因為疫情關係 縮減了運力 現在就發覺 運費就不斷升了 全公司這段時間都不錯 但正如剛才所說 整體要視乎你是做哪一副 跨境的客運是最傷的 很明顯是航空公司 我們慘了 你看看這麼大間航空公司 想都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景地 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所有大的國營 外國就是很多國營的航空公司 都要靠政府去支援 香港國營也是一樣的 政府都有一個是借錢給他 都要支援 這個我是支持的 因為我們叫Home Carrier 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 他已經建立了一個很完善的網絡 如果你不幫他 他一下子不見了的話 你將來找第二間航空公司 重新建立這個網絡 相當困難 本地的航空公司當然要支持 但是我們也有新的競爭者加入 這個又沒有問題 又歡迎 市場是應該有競爭的 所以有一間新的成立了 出來去參與這個市場 我們是歡迎的 作為市民當然是歡迎有競爭 所以是好事來的 希望他們今年在第三、第四季度 真的可以開行 始終都要看看外地的疫情如何 反而現在我覺得不是說香港 香港控制得挺好的 現在最大件事就是在機場輸入 這個大家都憂慮的 現在市民我想一般希望 首先 就是跟內地通關線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對香港來說 這是相當重要的 現在我們基本上受控 但是問題就是正如你剛才所說 還有一些外來輸入的例子 就令到內地的商單部門 就有點憂慮了 你控制得不好 你引進來我那裡 所以暫時我都認同政府的做法 就是在那個入境那裡 要加強那個檢測 但是最重要就是先做了 跟內地澳門通關線 現在這個對香港的經濟發展 是相當之重要的 尤其是在零售、飲食等方面 我們的航空界 現在都是面對很大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不要看今天 我們再望遠一點 你覺得我們航空業的前景 是不是仍然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 是有一個美好的願望在那裡 我們無可否認 我們面對相當的競爭 在珠山角這一帶 但是香港始終是有它的地理優勢 還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網絡 所以今年的施工報告有提到 特首都跟中央爭取到 香港機場可以入股這個珠海的機場 我們是國際航線為主 珠海是一個內地的內陸機場 那你的貨物飛進來 經過港珠澳大橋 進去珠海的那個麥厚園 在那裡處理一下 然後就上珠海機場的飛機 分散出去二、三、四線的城市 同樣地在那裡收那些貨回來 整理一下 經香港 經港珠澳大橋 來香港可能再有些加工 少少東西處理一下 就經香港飛出去 那這個就是互補了 就真是發揮到那個經濟效益 好了,有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有人就說香港土地這麼缺乏 我們那個貨櫃碼頭 真是又大 後面那些裝物流的地方又多 可不可以拿一些出來 如果有地方搬呢 我都同意搬 新加坡政府都見到他都說搬就搬 別人搬了 尤其是如果你打開香港的地圖 其實今天的葵櫲 差不多是中心 那你如果能夠 將這些貨櫃碼頭是偏遠一些 我們很多貨都仍然是來自內地 是嗎 你經陸路也好 經這個巴掌 我們叫船運下來也好 其實如果它可以不進入市區範圍 其實是對香港更好的 交通沒有那麼濟失 廢氣會少一些 騰空這塊地出來做一個房屋 其實是可行的 不過問題就是 首先現在一定要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是不是決定要搬 我覺得保留貨櫃碼頭是有需要的 因為我們今時今日都說到1800萬個櫃 都不是一個小的數字 香港船公司一直都跟我說 我很希望香港保持一個中轉港的地位 因為我們香港有很多競爭優勢 在這方面 雖然我們比人貴 但是船公司 最重要船公司肯用 所以你說現在開始規劃 早點走遠一點 讓貨車不需要進入市區範圍 這是好事 最後不如問你一個問題 立法會現在已經不見了拉布 動手動腳的場面 也都創了記錄 很短的時間你做過了很多條例 有人就說 你看一下現在的立法會沒有用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全部都是建制派 建制派就是正式舉手贊成 政府說什麼 你們都同意的 所以根本現在立法會的監督功能 越來越弱 你不同意的 我當然不同意 很簡單 我們不是所有事情都同意的 你看到垃圾徵費 搞了這麼久 雖然我都幫他處理了 現在過了法院委員會 但是中間也有一個過程 政府也有些事情要處理 因為不能夠硬推 那份文件是真的有問題的 我們都要看看出來的條例 是不是一個實際可行 市民接受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都會提出很多不同意見 所以現在我不覺得 現在無可否認 立法會的會議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你看看我們今次的垃圾條例 我們開了幾次會 我們自己找律師和律政司坐下來去量度 那就解決了 加三個會議 非正式會議 我們就搞定了 上會就搞定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走了二十多年 這個西方的民主式的議會 今時今日其實到一個轉折點 我們現在根本就有一個好的機會 向全香港的人向世界去展示 我們用一些完善了的方法 使到這個政府 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立法會 那個運作是暢順一點 使到民生的問題 都可以快一點 更加好地來處理和解決 同意嗎 同意 最重要是大家坦誠協商 就什麼都可以解決 是的 沒錯 有困難 最重要是大家一起商量 一定有辦法 同意 好 多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